我爸当初有那个拆迁费 然后就是因为拆迁费拆下来 当初那个我们全家都是 就是户口在里面的 但是他觉得这个拆迁费是他的 然后因为他不是住在外面 和那个外面那个女的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以那个 就是我要买房子的 就是借口理由 然后想让他这个钱汇到我的账上 就是保存在我这里 然后那个就等于像是旺语一样嘛 然后这个钱现在是保存在我这里 知道我就好了 那我这个算是敛财吗 这个钱怎么处理 三个人见证的钱 就不算敛财 对就是我们全家的钱 现在放我这里 我一点都没用过 就是怕他就外面那个女的 很麻烦 这个最好问问律师吧 干净是一方面 但是你在承受的果报呀 对的对的 就是一直很怕他那个 要自己去选律师是吧 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 该还就只能还给他 对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你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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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盈